卧不宁 眼睛也疼 鼻子也发嘎 卧不宁 卧就是躺下 睡眠 躺不下 有烦躁不拿 那么这个呢 就是葛根躺着 就是阳明的警政 境外不利了 受邪了 由于阳明是二阳和明 阳其偏盛 所以他受邪以后 虽然是境外指正 而出现了一些阳热的情况 比如说 烦躁不难啊 鼻杆啊 省热啊 这是他这个特点 这个有没有用呢 这个是有用的 那么我们指责 这个阳明警形于面 形于鼻 和眼睛有关系 我们在临床 如果是出现了阳明的这个境外不利的警症了 我们用这个 治阳明这个法子来治疗 往往是取得了疗效 很好就疗效 我现在啊 我说两个例子 把这两个例子说完了 咱们可以就下课了 差不多是一点了 第一个例子 有一种病啊 叫撩 撩灭 撩灭 这脸上啊 发烧啊 就像火 撩的 火烧的 脸上那么热 脸也红 脸也热 这么一个病 那么这个病的名字叫撩灭病 怎么治 怎么治也治不好 怎么治也治不好 哎 有个医生这么一看 哦 这是撩灭病 火呀 火燎 火烤脸 不错 哎呀 你说得对 我的脸哪 像火烤的那么难 你说热呀 你这是阳明有热呀 因为阳明井脉心于面 阳明井有热呀 阳明为福有热 影响他井脉 井脉止热不出 所以出现了撩灭 给看一个调味成器 大慌芒小致干草 待甲生荒莲西角 不要 吃吃就好了 那么撩灭病 为什么用调味成器厂呢 因为它胃呀 阳明啊 胃热影响到井脉 有井脉到脸上了 就像牙疼似的 阳明活跃 牙疼的裂痕 吃点大黄蟹 歇一些肚子 牙不疼了 那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迎接这个医生呢 就指着脏腹颈落 就指着阳明是主面 为助阳明脚逼起 下训 鼻外 上瘾子 还头 斜口 咬成酱 异活大人家设 阿和莲都发生关系了 所以才就把这病治好了 这是一个疑难 这第二个疑难就是我个人的 我在这个旷径去看病 有这么一个女同志 口紧不能开 嘴也紧 张不开嘴 这个面条啊 这一根一根往里头收 这张不开嘴呀 那哭脑的脸 张不开嘴怎么吃饭呢 那么因为他那个医院 有个上级医院 就是脊髓痰医院 到脊髓痰医院 脊髓痰医院 骨壳也很出名啊 当时这么一看 下了诊断 叫下核关节炎 叫核我 核 核关节炎 核关节炎 治了半天 也不行 张不开嘴 那时候我们在那开门办学 他就找我去了 找我去 我这边一看 张不开嘴呀 一吼大营家车 家车张不开了 这是阳明精兵 阳明 这种锦 就这种锦 一看呢 卖腸 卖仙耳肠 贤士竹 奉邪 御阳明 我就是重用戈梗 戈梗啊 不是 开了十 十把课是二课的 戈梗 十搞 戈梗是请经重职者 十搞请这个啊 胃里头的气氛者 再加上什么胆皮 白勺 还有点玉竹 大半是也就是六维朵 六洗胃药 吃了 吃了嘴就能砸 再吃一口嘴也能砸 后来好了 嘴砸看能吃东西了 那么后来我们回北京啊 还去同学院访问她一次 这女生的胆地柱啊 到她家去世了 她病也没犯了 完全好了 那么这个呢 为什么呢 这个这个加策紧急 而用到戈梗用那么七把钱呢 因为戈梗预阳明井 就是说啊 戈梗夫长表阳明 她能遇阳明井 戈梗能治这个香辈将叔叔 我能缓解井脉之巨心啊 那么再加上石膏井热 戈梗啊 这个透阳明井落子这些 行这个井业啊 再加上一点什么胆皮啊 白勺老师 也就是六个药不是七个药 这边就好了 那么一上撩面 治口井不堪 都是根据这个井落学说 而辩证啊 也能辩出来六井的胃病 所以六井未病啊 是既治散寒又治杂病啊 他不是寡师治散寒的 才能治杂病啊 所以井落学说 这个不能废 要要要重视这个问题 六井未病和这个战梗 井落是分不开的 那么要重视这个问题 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上寒历的这个六井未病 都有井落 都有井落 除了太阳啊 以外就是个寒 底下那些阳明少阳都是热了 都是热血 都是属于热血 那么这就是为我们异后啊 学这个太阳病片 阳门病片 六井辩证 就给我们一个城市 给我们一个鬼阀 给我们一个准子 我们要根据这个精神 这样子呢 他才是张仲景 才能够说 转用数问九卷 他是继承了古代的 数问啊 难景啊 引阳大论啊 这些学术事实际啊 菜优所反应啊 星期二的下午两点啊 在这儿 现在开始讲课了 上一次课呢 是个论的开始啊 各论的开始 我们讲了这个 讲了四条 一个呢 一个是上于哈 在为病热 热随甚不死 一个呢 要量感于哈而病者 必死 一个是太阳受病 一个是阳明受病 那么 那么就是讲这具体的 这个六景的辩证 辩什么证呢 辩赏函 那么这个赏函 它是和热论呢 是相一致的 和热论相一致的 那么和热论相一致呢 它有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将颈弱为病 将颈弱为病 第二个特点 那么除了这个太阳病 除了太阳病啊 以外 都是讲的热症 都是讲的热症 你比如说是 这个六景辩证 它是有热症 有寒症 有许症 有识症 而热论的呢 它是只有热症 识症 没有这个许寒症 所以 这个赏函力呢 是这个 采取了这个 热论的内容 所以呢 它也是有热症 有识症 它没有寒症 那么在于这个签表 在于表的时候 这就很难说实了 忘礼 尤其说到了三隐症 三隐症 那么那就是基本都是热症 那么我们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那个张忠景写的那个赏汗杂病论啊 大家有明确一个问题 那么六景辩正 太阳病 阳明病 也是六景辩症 它是讲的是赏汗杂病论 这个讲的是赏汗利 这里是他没讲杂病啊 讲赏汗利 那么赏汗杂病的六景呢 他是奋尸主病 他奋管的主病 你说他是赏汗也好 你说他是杂病也好 他的面啊 他广 所以汗啊 热啊 血啊 食啊 表里 阴阳啊 八岗他都有 都具备 那么赏汗利的 这个赏汗呢 就是讲着外感的 这个赏汗了 他和那个六景辩正的那个内容啊 有所不同 意义上说有所不同 那么张忠景啊 他是既是赏汗论 又是杂病论 那么因此呢 他前面有个赏汗利 就是拜这个 就是六景辩正的那个啊 太阳指挥病 阳命指挥病 而所不能包括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赏汗利啊 就拜他交代了 在赏汗论利里头 拜他说出来了 交代清楚了 那么他再写这个六景辩正 太阳指挥病 阳命指挥病 上阳指挥病 太阳指挥病 那么汗热许实啊 一切就由他个人发挥了 他就不受限制 是这么一个打算 这么样的一个啊 一个写作的一个体力 根据这样的一个 一个前提 那么我们学的赏汗论 学的外感 外感热病的 这一个侧面 这一个方面 你还必须学赏汗利 你不学赏汗利啊 你管看那个太阳指挥病啊 那个他很很很局限 很不 很不全面 这是一点 而且呀 还容易 容易了产生疗 一些问题 你想我过去 我学这个 这个 没学赏汗的以前啊 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我所思这个 啊 这个赏汗论啊 六景辩证啊 就是辩地奉汗 它没有什么吻热 有什么吻热呀 啊 太阳病发热 可不含着微吻病 要发汗 你审受热 没有风吻 风吻为病 慢言俱服 遮汗厨 我就能一下就完一吻就完了 啊 就那么第六条 很不 很不全面 那么耿直这个中讽也好 赏汗也好 来做比较 做对比啊 它那差的是啊 差一大块 啊 差的很远 所以我就得出这么个结论 啊 我所思计 这个赏汗论的六景辩证啊 还是主要辩讽汗的 啊 对于这个吻热呀 这个啊 这个 也没有出个什么法 也没有啊 系统的啊 这个 这个 来加以 来加以叙述 所以呢 就有形成这样的一个见解来 就是不但我一个人了 反而是学这个赏汗论的 都很容易 都很容易产生这种思想 那么如果你被赏汗论 你开篇啊 到这个卷二的时候 你要一看赏汗论了 这你就明白了 张仲景啊 拜外感的赏汗 啊 金腐热病者 接赏汗之类的 这些问题都在赏汗吏里头啊 交代了 嗯 都交代了 嗯 他就来补这个啊 六景辨证的 啊 那个不足 这个样子 他就全了 所以下边大家看一看呢 我们今儿就要讲了 什么吻乐呀 什么叫吻毒啊 啊 那就是广义上寒了 那就是这个抱我很多一些 吻热病在里头了 就比较丰富多才了啊 所以啊 这个必须要学赏汗吏 不学赏汗吏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确切 很大的确切 啊 那么有一些个 学赏汗的人 因为赏汗吏呢 不是张仲景的事物 他就不学了 这是一种偏见 这是一种偏见 我们应当久着 那么我们这一次办这个板呢 被大家请来啊 全国的 有两个两个思想 我们办个板 我们有两种思想 就给大家也说一说 一个思想 就是啊 这个赏汗论呢 这个诗卷22篇呢 现在是啊 这个我们这个 全国的啊 这个啊 这个中议院校都不讲 都不讲 都不讲 作为我们一个是啊 张仲景的学生 啊 是这个 继承 发扬 张仲景的 这个学术的 我们因为啊 这是一个损失 这是一个损失 应该要讲 那么讲这个呢 还不能够跟 崩克尔胜讲 崩克尔胜 他才没那课实 他没那课实啊 所以这要半个板 半个板讲啊 就是撒一把种子 撒一把种子 那么他的开化 结果在于各地 在于各地 使这个重顶的学术啊 还是啊 继续发言广大吧 这是一个 一个想法 这是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呢 就是说是 在散寒学术的这个里头啊 就制造这么一种 因为的 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 是什么呢 那就说是变卖啊 平卖散寒利啊 不是张仲景的 而是王蜀和呀 给塞进来的 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 就是给明朝的 所谓的 这个歌姓派 就制造了这个口 舆论了 所以这样子呢 张仲景这个学术呢 就是越来啊 还越窄 这个道越来越窄了 那张仲景的这个学术啊 受到了一定的障碍和影响 他大家都这么说呀 你像是余甲言 那个壁杆子硬着呢 那说的简直是活咙活泻 你一读他就上论 你不得不信 那你不得不信 那放有直 那都是大家 他们是因为是挫检嘛 就挫检派嘛 这个学术要是下去 我们这个上寒论的 原来是十六卷 后尾呢 残余地啊 这个经过整理 变成十卷 十卷 还有四卷 在不讲 还剩了六卷了 是不是数越来越少了吗 中景的学术就不行了 就不能够这个啊 流行了 在世了 所以为了这个纠片 为了纠片 所以 我们要半个把 请来全国的 我们的上寒同道 把这事跟大家讲一讲 说一说 一离夫人 这大家要退亡 这不是这个 王处合格应赛 这是实实在在 是张仲景的著作 是不是了 就是这么两个思想 那么这两种思想 这事还是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 因为我们是一个念书的人 是一个义学的 搞义学的 搞中义的 搞古典义学的 那么作为一个 从事于这个古典义 研究的人 他什么是他的 最快乐的事情呢 什么是 才离这个志愿当中的 能够满足的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道 就是个中景的学术 这个传业区 这是才离志愿 所以我们借着几回 人也并不是太多 咱就试试做个人啊 我们要 弘扬 中景的学术 这个就是一个引 将来以后才要结果的 所以说是 共不堂卷 不要看着说是 我们一天上上课 这个有影响的 就是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 但是我们这半呢 办得也不太好 在生活上各方面给大家 很多理解困难 这个我们都知道 也是啊 努力就吧 还是正确办好 啊 那么上一只课呢 主要是讲各论了 啊 具体的六经法病的 今儿个呢 是讲哨养 是尺寸 巨贤者 哨养受病也 当散失日法 一起脉 熏邪落育耳 故雄邪痛 二龙 那么他这个呀 这个二十三条不讲的 上汗止病 住日前身 医死仿治吗 那么我们现在就体现了 他前面这个话 住日前身 他这个六经的日期 是排列开了 住日呢 就把他排列开了 啊 隔以二日 二闪日 闪四日 这不就优贤欲胜了吗 由于世界里退役 那么他这个邪气啊 上人 就是优贤欲胜了 啊 他就 就发展了 就传变了 那么三十天的法病 尺寸俱贤 少阳受病 这个 就是啊 赏罕利的一个特点 那么 那么脉 那么脉 在前边啊 尺寸俱福者 太阳受病也 尺寸俱长者 阳明受病也 尺寸俱贤者 少阳受病也 这就叫平脉辩证 啊 平脉辩证之法 拜脉 所以 少阳脉 他就见贤脉 嗯 这阴景俱绝 啊 你看这就回答了 你要问我 为什么 少阳脉贤呢 因为少阳妄于蠢令 少阳统于蠢气 蠢脉贤 所以少阳脉贤 就不就把这个 回答清楚了吗 那么 为什么要写个尺寸俱贤者呢 这一个字都不能忽略呀 同志们 那么如果他这个脉 挂蠢脉贤 他尺脉不贤 他管脉也不贤 那这个是少阳病吗 必须尺寸俱贤 那必须尺寸俱贤 这个不能忽略 啊 也就是散寒论说 是脉隐阳俱金者 隐阳就是寸池嘛 啊 寸池俱金 啊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们林郑指示啊 要不要大家记住了 要尺寸俱贤 不是一个单独的尺脉贤 就是少阳病 也不是单独的一个寸脉贤 就是少阳病 得尺寸 寸冠尺 散脉俱贤 这才是少阳病 嗯 那尺寸病 尺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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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尺脉贤 对不对了 所以尺寸俱贤 才有诊断上的意义 才可以诊断为少阳病 那么少阳病的这个时间呢 应当在三天四天 三十日 受感冒以后的三十日 这个时间 它发作了 那么 邪气藏了少阳之景 因为景时在外呀 景罗在外呀 丈夫在里呀 一起脉 寻邪 落月儿 故兴邪腾 耳容 为什么少阳景病 这个兴邪苦闷 张总监叫兴邪苦闷 少阳病啊 有几个主证 小柴虎堂的主证啊 往来寒热 凶邪闷 凶和邪闷 脉贤 木悬 耳耳聋 寇苦 默默 不饮食 心烦 稀有 这十个证 上病有十个证 那么这十个证里头的 它有这个凶邪 疼痛和耳头聋 那么凶邪痛 耳耳聋啊 这是少阳里 井脉不立了 因为少阳井脉 行于侧 行于侧面 我们这个散阳井脉啊 太阳行于后 阳明行于前 少阳行于侧 那么这个侧面 不就是这一面吗 可就叫夹界之地 就是太阳阳明里 夹缝 夹界之地 这个 顾凶邪通 耳聋 这是塔里井脉 瘦邪了 那么我们学了 学了散寒润了 学了散寒力了 一个是太阳病 是这个头像痛 要急降 一个是阳明病 阳明脉是 学笔落于墓 故审热 木痛笔感 不得不 少阳呢 是熊邪通耳聋 这个要记住了 我想在座的同志们 都能记住了 这个常识还是有的 如果哪位同志 说说我还没记住 那您得要得 拜他记住了 这是几本拱 几本拱 什么叫辩证啊 辩证就是 拜古人的 给我们总结的证后 你记住了 那就变症了吗 您说上阳病 凶血通耳聋 这一辈的难受 你拜这个记住了 来个病人 他也是这么样的 一抹卖是闲的 这是上阳病 你怎么指上阳病 上阳力行说呀 上阳力行这么说的 那你就可以用小柴虎躺了 那么就被这句话记住了 而用于临床 就起到辩证论治的效果 所以这个话 不要请示 你要请示就不行了 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没讲 一个这个洞北的 一个什么这个木材 就是什么木材公司 这一个书记 就在这个地方长了 那么一些个黄石窗 种不好 怎么甚至不好 后到北京来了 用中医学院呢 得用木材呀 所以反正不得用木材 可动别来木材 这个介绍来的照我来看了 这挣点病 这叫病法 病角的病 病主病法 就是用柴虎剂 一家柴虎 柴虎荒 柴虎 请带 连窍 请热解毒的 但是这一家柴虎 你不假柴虎 它就没有效 你看这是怪物啊 一假柴虎 鸡菜就好了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给它用柴虎呢 就是它这个境外 这个地方 它反应啊 它吃了好一百多福药了 那是药袋子拿一大杂子 练打枕 什么西医看 什么中医看 它没有一个印井 医井来辩证 那 是不是了 不要把这些事情啊 看着儿戏 都不想信了 中医都不想信 这几个儿了 这个境外都不信了 现在中医不信境外 你这个事儿一听着都是很很奇怪 中医不信境外 中医不信境外 你信什么呢 就是这个境外 它才已经成为整体了 才丈夫标理关系 你这个都没有了 你寄出理论没有了 中医寄出理论废了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讲的 什么少阳病 阳门病 实际上这就是境洛学术 境外学术 讲的境外学术 境外学术 境外病吗 所以应该 我要要求应该大家 看看那个境外片 灵书境啊 境外片第十日 阴师圣县城境 境身脑水圣古为战卖为营 然后就是说 什么守餐饮费 什么猪阳鸣 守阳鸣大厂 看看这个十二境外 哪到哪 都得生病 这个是很有好处的 基本功的 那么你就说是阴阶尔托龙 是小山无上治好力 有没有啊 这大有阴战 我在动什么呢 那就是阴阶尔托龙 怎么治也治不好 一抹尘卖卖是咸的 咸卖 那咸卖怎么办呢 耳龙吗 往来喊着熊仙门 卖仙木宣耳龙 耳龙就是少阳病啊 开小柴虎堂 吃着小柴虎堂 吃着散忽 散忽 又吃着一次 五六书药 耳龙就不拢了 你说那事 你怪不怪 嗯 开一个悬孕 绍阳子为病 口腹阳感木悬也 卖剑贤 卖口腹 仇木悬孕 你什么啥也不行 废射小菜 忽不可 你用什么菊花呀 什么吉利呀 那都不行 不管用 废一废 上菜湖不可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所以这个 这个就得要被他记住了 记住了 在临床就会看病 就会平脉变症 那么一上说的呢 这是散阳经治病啊 散阳 阳经啊 诸太阳旁广 诸阳明卫 诸少阳打 不是散阳经吗 说持三经 解受病 未育于福泽 可汉而已 这后边说出一个治法 治疗的方法 前面是辩证 后边是讲治法 那么这个三个井了 解受病了 太阳 阳明 少阳 不受病了吗 已经到了三十天了 未育于福泽 他还是在于井中 都在于井啊 太阳是在于这个头像 也是在于井 阳明 洛玉 鼻 也是在于井中 邵阳 雄邪 通耳隆 也是在于井中 井落寿邪 未育于福泽 还没有 还没有传遇到他的福 因为井和福是相连的 现在还只在井 还没传到福里头去呢 这个地方呢 这是一个 一个用药治疗的 一个区别点 因为他还没预服呢 所以可汗而已 可以用这个汗 而以 而以的意思呢 就是用汗就完了 也可以说是那拜病给他治好了 这个以啊也 拜病治好了也叫以 可汗而已 那么这个汗和下 持三井解受病 一欲欲服可下而已 三阴井啊 是可下 三阳井病啊 是可汗 怎么理解古人的意思 可汗而已 用麻烦汤是用桂枝汤啊 还是用什么汗给他发汗呢 那么三阴病的可下而已 是用城汽汤啊 是用小城汽汤 怎么回事呢 这个汗汗我给你看看 首先 要分清出来这个啊 这个颈弱病 和这个脏腹病 所以 未欲欲服者呀 这是一个 一个鉴别点 治法的鉴别点 因为他的病啊 在预警 他没到了脏腹呢 没到了腹呢 那么这个时候治疗 那治得治在外呀 你从外而解 要从这个外而解 就是说是 你把颈弱指挟去了 颈弱是在外的 那么这个汗这个意思呢 就是代表这个啊 他没预理 没到腹呢 他在颈弱呢 那么你就颈指颈弱 颈指表 这一方面给他治疗就可以了 这病就可以好了 但是他并不等于 这散脏的病 散颈的病 都是一个法治 都发汗 都发汗呢 那能行吗 你说太阳病发汗可以 阳病病在颈里发汗呢 也可以 还可以啊 用格根糖 那草阳病的时候就不可以发汗了 草阳散尽药相名 汗斩吐下鸡耳井 身在吐下吏不止 水降不入命难省 草阳病能发汗吗 一发汗就占余 所以 理解古人的这个含义 那不是这个死于俱下 说可汗而已 这都发汗了 散阳静的病 哪能都可以发汗呢 散阳静的病哪能都可以 用一个蟹药方呢 所以这可汗而已 它的意义是 治疗散阳静病 散阳静病在于外 它没预服呢 所以你就从外置 从外边 被颈落指挟器 给它请结出去了 也就完了 是这样子叫可汗而已 就是说 它和治这个丈夫治病 是不同的 丈夫是治其理呀 境落尔是治其外呀 这样来体会 来体会啊 意思就完整了 要不就了 那古人也不至于 那么样荒唐啊 都怕汗 都吃麻荒唐 那不行 这是散阳静病 那么散阳静的病 要是病邪不解 它就是 有阳狱隐 有腹狱隐 所以 下边就讲三隐病了 说 尺寸 具臣细 则太隐 受病也 当事无日法 一喜脉 不畏种 落于意 故 辅满而易感 我刚才就说了 这个散寒力呀 补充这个 散寒论的 太阳病片 阳病病片 流行变症的不足点 所以我们学这个 学这个散寒力呀 要对照 对照那个 散寒论的六景辩证 来对照来看 这样子 手会要大一些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散寒论的 这个六景辩证的 那个太阳病 烧阳病 绝阳病 一般都是寒症 太阳之危病 散寒而兔 师父下 智力一身 师父之痛 要下着 比胸下解凝 寒症 宗教脾胃 许寒症 这寒症啊 那么这一条 尺寸具尘细者 太阳受病也 这个是 散寒而易感 这个是个热症 那这是个热症啊 而且呢 那个是索尼 是脏症 一脾脏有寒故也 脾脏有寒呢 所以他上边吐 下边腹泻呀 太阳的颈病有没有啊 没有 那么散寒里就补充了 太阳病的颈热症 颈落的热血味病 一个是脏寒 一个是颈落热 这个就得要互相 互相对比了 要互相补充了 你不互相补充 你怎么办呢 那么三隐 你这个热病 那么一般呢 都是化热 含邪化热 所以越至三隐啊 这个热还越重 为什么 因为他化热的程度啊 越化 加重了 所以他的热的相啊 还是比较图书 这样的一个意思 如果我说三隐为表证 三隐就为理证啊 那么虽然是理证 是指他的脏而言的 那么太阳是脾啊 朱太阳脾啊 脾是属于脏啊 那么他的颈呢 朱太阳脾的脾的颈落呢 那么比这个散阳的颈落 来做对比 他是隐脏的颈落 那也意味着 也为了再理了 这笔指向 阴景的颈落 和阳景的颈落 那是不同的 一个是联系辅 一个是联系杖 那么太阳的 他的颈落 一个呢 他的脉是不一味种 又落于胰 胰就是眼瞎 所以不于胃中 他可以病肤满 他落于胰 落于眼瞎呢 他可以嗓点发感 那么这个肤满 和嗓点发感 都是热 因为都是有热的结果 没有含 这个他没有什么吐力 所以他的颈落呀 向内了 有点像你了 这是他隐病的热血 上了他的颈落 影响他的颈落 而出现了肤满 异感的这个症状 所以要和这个胎隐病的脾寒症 肤满耳吐 食不下之力一肾 那个寒症 要做对比 一个是热 一个是寒 一个是在于胀 一个是在于颈 要做对比 尺寒 尺寒 巨尘者 少隐受病也 但无六欲法 一起脉 灌肾 落于肺 细舌本 故口罩舌感而渴 那么少隐病的这个症情啊 在这个六景辩症里头 还有一点短疑 还能够 有一点反应 你比如说口罩舌感而渴 这个还可以 在少隐病片 少隐病不有个散极下吗 阳病片有个散极下 少隐病片有个散极下 烧音片散极下里头 就有一个口罩舌感 那口罩舌感 而是这个灶热上的 这个烧音的渗水了 和这个 有一些个相同之点 希望大家看一看 那么那个呢 说的就比较更具体了 就是眼头 嗓子眼感 那么他这个口罩舌感呢 大家看一看 一起脉冠于肾 竹烧引肾 所以他的颈脉冠痛于肾 上落于肺 细于舌本 他还出于喉咙 烧音是出于喉咙 所以少隐病片 有一些个嗓子病 什么祖福汤啊 什么枯酒汤啊 什么赶潮汤 赶潮借庚汤啊 都是嗓子的 因为烧音的 它这个颈脉啊 还是走于喉咙 所以口罩舌感而渴 它上脸也感 咽喉感照 那么由于这个 烧音的经重止热 经重止热 它就上了 它的这个隐 它隐分 隐一个受伤了 所以就出现这个口罩 舌感 喉咙感 口渴的这个症状 烧音病的允许 由于下力 腹泻 拉了拉去 拉出火来了 这个大家注意 在临床啊 有这个烧音病腹泻 腹泻了就拉细拉 下力 烧音病下力 一线是含力 腹一次腹两次 腹一腹去 要背点含血呀 含随力减 印随力上 印气 锦液 随着力收得上了 腹出火来了 上脸啊 难受 信阀 口罩眼感 上了上 那么张仲敬 很绝 用个祖福堂 祖皮堂 这个房 这个祖福堂大家都知道了 我给你讲一个 这个信尽的故事 这个祖福堂的作用 我在河南南沿开会 那么郑州里有个 中医研究所的所长啊 长老 我们都不错 好朋友 就在一起 就是说聊天吧 聊天 两个老大夫在一起 也得聊点医学的片 就是聊到这个少隐病了 少隐病就聊到祖福堂了 这张老就跟我说说 郑州 这祖福堂可管用 我说怎么管用啊 他说他一个医纳 他说是这个 这凯火车的 凯火车的就是什么 有两个人吧 第一个是正时级 副时级 就是凯火车的 他说如果能下请凯火车的 高热 高温 你这火车还得看着 这个火车也搭到多少度 你不能冷却下去 他说是容易发生 就是这事情发生很多了 一个跟头就卡倒了 这人呢 就错了 就是赶快就得移救 就是在这个铁路上 这样是除了多少次了 一点办法都没法解救 就除了事了 这才解救强救 怎么想法预防这个事呢 没法没法想 后人啊 这个铁路段上的这个啊 这个领导 因为他是中医研究所的啊 这个这个研究员呢 他就找他去了 说长老呢 给我们想个话了 这也太怕人了啊 在那高温指线 一个人都卡倒了 就中鼠似的了 啊 您就休克了 那么想个办法啊 这 长老呢 一想办法 什么一出一出大厦 啊 这个人就就摔倒了 尤其说天热的时候 开着火车 这火车头我高温 这行 我给你想个话 他想什么话呢 就是用煮补烫 就是挠那个煮皮 挠完煮皮了以后了 把这烫以后了 搁这冰箱里头 给它冷却了 就做成冻了 在那里头还搁点饼糖 好吃啊 搁点饼糖 都冻了 然后叫他买那个 现在有那个 就装饼棍的那个 能搁饼棍 相信饼棍不化的那个梯 梯那么大的 都装在那里头了 搁倒 都分成块 就告诉他 那你天热的时候了 你别个不用喝 你就说一会儿 一个一点钟左右 你就含一块 这么大块 就把他吃了 他也没告诉我说什么药啊 他给炮制好了才拿走 拿到这个车上去了 说研究法了 领导上给我们厨油放着 这会儿我们开车也不怕这个了 这药来了 那好吧 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吃了 还挺好吃的 又香又甜 动驼 那猪皮动嘛 葛那以后就没有一个 在发生这个运倒的这个事情 一个都没有 你是河南人 你回去问他藏海臣 叫藏海臣啊 他用的什么呢 就是这么个道理嘛 主皮是补少饮的啊 纸锦液的啊 有情之品啊 得大人铁银一出汗 阳气一上 隐气一散 阳气往上一拱银 不是晕厥了吗 你这一个小时 吃这么大一块的主皮洞 那得为里头那个 主皮脑里动啊 里头有个饼汤啥的 他那东西他就练锦液 他就指引液啊 你就把这问题解决了 后来你还得了表扬了 所以你看这个散寒论 这个方 你要一动脑紧 你搁那里 它沿着出点东西来 那大有作为 大有作为 所以这个烧饮病一个伤饮了 就是口罩烟干 伤点疼汗 那就祝福汤的效果是很好的 祝福汤里搁点蜂蜜 搁点蜜粉 把它盛着糕 这是新进的事 我是一出去开会去了 那个老大夫 老同道在一起的 我就向你学习 你有什么方式什么病 我学习很多一些东西 学了很多一些个 术本上所没有的一些经验 这是烧饮病 尺寸俱为患者 绝隐受病也 当六七之法 一起脉 熏隐气 落于感 故烦闷 而能说 那么 持春为患 这个三隐呢 是绝隐是最末一境了 两隐较尽 明月绝隐 两阳相合 明月阳明 所以这个绝隐呢 是隐的极近了 那么热邪 带隐境的 这个热的程度 只有是绝隐的热的最厉害 这个大家要知道了 三隐病的这个热症 只有绝隐病 这个热症和热的厉害 热的严重体现 怎么体现呢 有这么两个体现吧 一个它的脉为缓者 就是脉缓了 缓者是脉持缓了 重缓 为什么呢 就是热 脉寒在井 脉要是有寒了 它就在井 人要是有热了呢 脉就缓 热在脉缓 寒者卖锦 因为寒是一个手说呀 是个手链 是个隐邪呀 所以它卖不着锦 锦涨有力 这个热呢 它是吃涨的 阳热它是吃涨的 所以它卖就缓了 所以散寒论大秦宫堂 大家注意了 大秦宫堂有一个 散寒卖腹锦 一个重缓卖腹锦 下面一条呢 赏寒卖腹缓 赏寒卖腹缓 沈不腾 但众诈 乍有请食物 少隐正者 大秦宫堂 它为什么卖腹缓了 那就是说 它要化热了 大秦宫堂 是不含嘴儿翻诏 它那个碧玉子鞋 它要化热 化热的时候 它就由锦而变成缓 锦脉变缓了 这种情况很多 在上寒论 卖味药的食物养也 那都是锦脉变了缓卖了 这有汗在锦 有热在缓 缓者是缓重也吗 所以它热的裂海 它的脉就渐滑 同时它有烦闷 烦呢 精神上的烦闷 而囊说 这囊说呢 指着男性说 因为绝印这个感脉 它是环瑶隐气 低少骨蟹味 蟹味疏感落胆风 那么它颈脉热 静脉剧疑 而能说 女性呢 女性是语防 语防呢 往里头授手 男性呢 是这个肾囊 尽囊 往里头授 那么这个热的 你心烦而闷 这个满念个闷 烦闷 那么这个啊 这个下边的这个隐囊 还往上掃 你说这个病厉害不厉害 这个病是很厉害的 你看看 比少爷 比太爷 那都厉害的 所以绝印病的三印之末 它的热气很重 它热气重到什么程度呢 那么实境脉都聚集了 热气在里头出不来 都烦闷了 烦闷而难说 谢谢大家